在经过50公里的烂路过后呢 终于来到了盛县天门 但是下午来的时候 由于这边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没有进去 打算明天再进去 晚上就在这边露营了 晚上呢 准备做一点 毛牛肉 炖土豆 我的毛牛肉炖土豆 弄在锅里了 然后这边来了 几个小哥哥 还有小姐姐 他们在旁边搭一个帐篷 晚上邀请他们一起吃碗饭 又是非常热热的一个晚上 然后两个美女和两位帅哥 我们这边做点热饭 他们拿了很多零食 好吧 愉快的一个晚上 开动了 这是我的土豆 你们要不要吃 然后弄了一个凉拌黄瓜 还有一盘水果沙拉 看一下帅哥 美女 帅哥很帅 然后美女很美 现在我们是吃完了 就剩下水果宴了 然后参观一下 小哥哥他们的帐篷 他们是两个男孩子 睡在这个帐篷里面 睡袋还可以 帐篷也还可以 挺宽敞的 嗯还可以 然后来借一下小灯 用一下 两个女孩子 是在车里面睡 这边 然后没有电的 他们也没有睡袋 因为两个女孩子 是路上捡的 临时加入的 他们没有装备 呃 这个估计得动坏吧 由于两个小姐姐太冷了 所以我们这大兄弟 专门套了一床被子 然后给两个小姐姐盖 还挺暖心的 要不你把你的床 让给两个小姐姐 快打个光打个光 在那里 还能看得到 这追光的那个地方 快快给我电筒 给我手电 哇 别走别走 狐狸 别走啊 看到了没 嘿 别跑 小家伙 别跑 你好 真的是只狐狸 是狐狸还是狼 我养你 嘿 嘿 嘿 跑了 要不要来捉我的宠物 你要不要来捉我的宠物 我养你 快来 小家伙 嘿 别跑了 他还是离我而去了 车上有什么吃的可以给他吗 嘿 小家伙 小家伙 你别跑 别跑 别跑 嘿 过来 他要我哪里跑 他跑了 他不跟我玩 现在呢是下起了雨 也不知道小哥哥他们这个帐篷防不防雨呀 你们 我的 我的 小狐狸不见了 好吧 休息休息 晚上收拾完了过后呢 这位大兄弟终于想起来 要教我做视频了 这么几天了 终于能看到 做视频的素材 开始他的行动了 好吧 你以为有这些目的的 两下把你叫了你跑了 我去找谁呀 慢慢来 这个事情急不得 你以为我傻呀 我帮你放去跑了 我现在跟大家说学习一下 然后看能不能做出一个 跟巧克力平时拍摄不一样的视频 期待吧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做视频还要写脚本的 不像巧克力平时都是随意的 拿着手机自拍两下 完成一天的报备 虽然有时候我的视频记录比较流水战吧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我的生活 都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看点的 像这种写脚本的方式呢 对于我来说太麻烦了 好像也不太适合我吧 所以 学学学 好吧 不知道要弄到几点呢 对于我来说太麻烦了 然后我们来说太麻烦了 我来说太麻烦了